早安 我現在在西韓了 又回來了 不知道你在哪裡 我就想著 接下來這個禮拜 5月底西韓去介紹我們那個軟件 誰有東西問呢 我就當場親手 大家幫他解決 差不多到下個禮拜上架 去App Store 蘋果那個叫做蘋果的App Store iOS App Store Android那個叫做Google Play 在那裡就可以下載了 一開就下載就可以試 都挺複雜的 問題要做到user friendly 都不是這麼容易 是呀 最難是那條 多數東西都不是user friendly 最慘的我不是 就是你要差不多坐鎮在台灣 跟你軟件公司一起做就不同了 我呢 就變成了那個communication是差一點的 就是差一點的 軟件操控不行啊 還是要再坐上班啊 辦公室還有用啊 對啦 好像昨晚那樣我就試過US Passport 那你有個US Passport 那個人又要在香港出生 不是隨隨便便地找得到的嘛 就算找到別人都未必是的嘛 很多未必不想你搞的 Passport 很怕的嘛 那個人心裡面很忌諱的 所以變成了視野不是這樣 舉手就是試 好像昨天我們找個台灣的 Passport 在香港出生的 又要試啊 又要去台灣找人啊 在香港 在台灣 Passport 拿台灣 Passport 出生不多的 你找到他 接著又要他願意試 哎呀 所以不是很普及的 很多Passport的嘛 加拿大 澳洲 是吧 英國 美國 哇 很多Passport 你如果不試呢 你心裡面是 什麼的 不安心嘛 這樣在這裏面試 我估我差不多整個五月 六月了 一直就這樣做下去 就是專門是全世界去 就他們試英國啊 澳洲啊 我也要去澳洲啊 你千萬不要病啊 現在聲音都關掉了 乾啊 這裡 拉斯維加斯是沙漠來的嘛 哎呀 乾得不得了 是 總之現在說起來你要做事呢 就是很多人很有想法 又很有看法 但是呢 最缺的是什麼? 最缺的是膽量 是 真的最缺的是膽量 我這麼多年 我知道的了 就是那些 即有時那些人呢 講風涼話就很懂的 就是我原來都 即我認識很多人 就算現在網上 就是你做了什麼呢 他就負能量 那些人呢 全部的負能量都出來 都出來講一講一講 有時就是 有些人不懂事的人出來 就是你做人做事多了 一定犯錯不多的嘛 那人家有膽量做了那麼多事呢 你在旁邊 啊 你又犯錯 就是那種負能量的那些人呢 如果是這樣的人 大家是不理得的 那些叫風涼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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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旁邊 主門 講了那些風涼話 我們是做事的人 一輩子都聽過那些風涼話 真的聽慣了 現在就是問題 但是我覺得這些是家庭教育 那些家庭教育呢 那些人做一點點東西呢 就是比較突出一點 那些父母都說不對的 尤其是那些媽媽呢 就好什麼 不要冒險啊 不要冒險啊 不要什麼 真的那些家庭教育是有問題的 那些先生也是這樣 每天都要 什麼都要循規道具 那所以呢 美國就很幸運 很多人就不聽家裡話 那樣就硬了 美國一樣 一樣 現在都一樣 就是美國的講法叫Helicopter Parents 就是直升機 一路管到 去到哪裡 管到哪裡呢 那些小孩子很不幸福的 很不幸福到時候差不多 就是現在美國有三分之一的中學生 憂鬱症啊 怎麼有這麼多憂鬱症啊 出來就是 我那時候呢 他說 大家說 憂鬱症 憂鬱症最容易是什麼呢 沒得吃 人要打架 打不贏要去讀書 就是終於知道那些有些自然競爭嘛 人人去讀書只有一個A 讀得最差的只有一個A 最多只有一個B 不是學生就哭了 那接著呢 什麼事情的學校 save space 出去打場交易 罰誰 我現在發覺這樣的環境下 生長來整代 千是一代 整代都沒有大的 整代都是一輩子來的 原來是 就是沒有出色啦 所以你們那時候呢 什麼文化大革命啊 什麼什麼什麼 可以就是沒有家裡管著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都整輩子沒有人管的 沒有家裡有政府管 政府什麼都管 那些又是 就是全部都是 不過政府又不可以24小時不斷捉住你 嗯 我想今天提一提呢 就是大家都收到 就是中國經濟收到很多信息 但是呢 中國的數字呢 那些政府出來的數字又不能相信 你相信一點都不行 變成了我們應該 小夏你也有很多國內朋友啊 是吧 經常都來探望你 那我呢 都有很多熟的人 實際上用最土的辦法 最土的辦法 想辦法有一個藥膜 有一個看法 對中國的經濟看法 因為經濟是很重要的 這個是整個中國的前途和它的經濟 包括香港 有很多問題 但是我覺得呢 應該我們有一個比較客觀的一個評述 讓觀眾也聽一下 我們聽得比觀眾多一點點 但是呢 都是散的了 整個對中國經濟呢 就是知道的人不多 很多所謂的專家 但是它中國說的事情呢 專門去門篇那些專家的 所以那些什麼經濟家那些社那些人 不是 不是 只剩下一個頭 專家專門去門篇領導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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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而且它更厲害 它那些差不多虛實 它直接在數據那裡做了一些手舉 有虛有實 你信它又不行 你不信它又不行 不知道怎麼辦 這個問題真的很嚴重 中國有些東西比較這樣說 第一個是 你說政府生產數據 因為它有稅收有的根據 又不是這麼假的 中國以前最大的問題是 正在說政府怎麼頭痛 灰色收入很高 中國三分之一 美國也有百分之二十灰色收入 你說人還是政府 人是不是?人的灰色收入 不告訴你什麼錢 大家cash交易 中國政府頭痛很長時間 現在微信支付 支付寶那些 那些全部控制銀行 數字化政府可以控制 但是實際上現在還控制不到的 所以政府到底有多少 政府又不太清楚 有一條確實說 中國過去30年 真的過去30多年發展得很快 但是這個沒有人否認的 所謂中國奇蹟是沒有人否認的 但是中間出了所有問題 在我看來 中國經濟最大的問題 就是一個字收縮 收縮首先是誰收縮 首先是人口收縮 其實這個人口收縮的數字 我有一個朋友 伊富賢 他是專門做人口專家的 他說西方的數字全部錯的 正的 都說他專門寫了一本書 大家可以看一下 姓二的容易的伊富賢 他叫他本書 只查個名字 富豪的富賢 賢是賢慧的賢 他專門講人口這個問題 他說中國人口已經下降了好幾年了 但是中國政府一直就不報 以前中國政府 人口有什麼重要性呢 你的勞動力在哪裡 你的消費市場是怎麼樣 你以後人口比例 你國家未來發展 這個是根本性的東西來的 那你根本性在90年代的時候 計劃生育的時候 八、九十年代出了什麼呢 你生育數字就偏低 就是人口數字 為什麼那些人就 那時候有名大陸叫做 叫做超生小分隊 叫做什麼 就是那些人大月壞 又大月胎躲 到處躲躲 躲都生出來 生出來就不敢捏死 所以中國當時 特別是生了第一胎是女嬰 就扔掉了 所以中國當時出現大量的棄嬰問題 美國人要去接 當時的人口出生數字又不準確 後來因為這樣整一下報過來 人口出生數字就太少了 一旦政府發現人口真的前幾年下降 因為不敢報下降 但是現在明顯 就不是中國的國家 整個東亞 我下個禮拜會有一篇文章出來 不是我 我會推出來 現在他們正在譯 就是叫整個東亞的人口危機 日本也是 日本縮也是 整個東亞 整個東亞的人口危機會帶來什麼樣的經濟危機 因為東亞原來作為經濟火車頭 一直靠它 靠它的人口年輕 現在人口全部一出老化 所以東亞下面會怎樣呢 人口收縮就意味著市場收縮 市場收縮 中國長期的問題叫做內需不足 就是自己市場 西方看著中國經常看著中國這麼大的市場 十幾人 鴉片戰爭就在到現在了 現在中國將世界變成它的市場 自己的市場份一路收縮 所以這個變成很大的問題 按照聲譯那個專家 他估計現在人口差不多會少了多少 少過原來放多少呢 現在說14個億 它認為人口不夠13個億 12個億多 12個億 是啊 12個億多 人口還繼續下降 北京 我不是他的 是跟政府官方數字說 真正北京人口 本地人口的出生率是0.6 哇 很恐怖啊 0.6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一對夫婦要生2.1個小孩 才能夠補充維持人口的平衡 因為你生2個 有人是不生到 有人是有病 有些什麼同性戀 總之有人不生到 你生2.1呢 那就差不多了 現在在中國的0.6是什麼意思 第一個因為是結婚率在那裡降低 就是挺有意思的 那些人那時候說疫情 疫情那時候 疫情各個回家 是不是應該生多些小孩呢 國家又准生 是不是結婚多一點呢 不是 反而下降啊 就是那些人 等於是 你想 現在的房子又多了 年輕人就不出來 變成坐在家裡 所以結婚率又降低的時候 生小孩就降低了 而且說現在美國這邊是這樣 中國應該都是一樣情況 就是互聯網的推廣做成那些色情帶 色情影片 色情內容很多 所以就變成什麼呢 變成年輕人呢 就反而 特別是男人 男人的dating 就是美國是這樣的數字 男人去dating 就是去約會的數字 減了差不多一半 哇 男人又不生 又不催 又不催 結婚又不催 有各種內容 所以現在有各種原因 中國現在也是這樣的樣子 這個結構我猜全部都改了 現在又有了人工智能 又有了這麼多工具 那變成人那個變成 是 需不需要這麼多人 是一個問題 這個不是需要的 這個是人口的自然的人類繁衍 不是 你地球一個人都不需要 地球什麼都不需要 它是地球來的 但是你人類了 人類自己 你要不要延續呢 那就是大問題了 你如果不生 有沒有人研究 有沒有人研究說 應該就是一個比較理想的數字 就是可以平衡大家資源 人類 沒有人 沒有人 有沒有這樣的study 一直都有 馬爾薩斯人口論 那些所謂的 是啊 是啊 所有的人 一路的人都在這裡研究 問題呢 研究是沒有一個是對的 為什麼呢 你永遠就不知道 就是馬爾薩斯當時的理論 他說 即是19世紀 他說人口是以 即是那個消費產品 糧食啊 特別是 是以數學級數增長的 即是一加一等於二 二加一等於三這樣 二加一等於四這樣 他說人口是以幾和數字增長 幾和就是一成一成 幾和 幾和嘛 幾和 馬爾薩斯人口論在蘇聯 被批評到這個資產家人口論是什麼 我們可以無限國大 但是蘇聯呢 因為蘇聯有蘇聯的問題 蘇俄那個人生不出來 他不是不生 蘇聯當時弄了英雄母親 後來發覺 因為同時30年到開始 蘇聯就大量普及婦女教育 婦女受了教育就不生 那麼蘇聯弄了英雄母親 五十年代的毛 學蘇聯有整英雄母親 人生生到 搞都沒有辦法 70年代都養不完那些人 那時候還說幾和算術增長 那時候那些糧情在下降 真是餓死人 他說不好了 那就控制生育了 控制生育之後呢 現在這樣發展呢 就是 啊 又不控制人口就沒有了 沒有人就變成沒有人做工了嘛 中國很可憐 很學不學俄羅斯 學蘇聯 蘇聯根本自己是畸形的 它根本就不是正常的國家 它那個是對的 它沒有人嘛 它沒有人鼓勵的就是對的 沒有說不對的 現在普京一樣在鼓勵著 現在歐洲兩個鼓勵生育的國家 一個是蘇聯 一個是匈牙利 一個是俄國的匈牙利 因為原來匈牙利很可憐的 匈牙利在15年以前 它人口變成0.8 俄國也是人 現在它撐到1.6 還不夠的 它要撐到2.1 那麽死那麼推 那麽 那麽 普京上升到現在是慢了 原來人口 欸 葉勒恩那個時候 俄國的男性人口的平均壽命 58歲 喝酒 喝酒喝得厲害 總之 現在都是俄國的 一般來說 美國的女人的平均壽命 比男人大兩歲 兩到三歲 但是俄國的平均壽命 原來超過10歲 現在回到一些 還是5、6、6、7歲 所有這些人口平均都出了問題 那中國經濟到什麽呢 現在年輕人 第一個現在年輕人不買房子 躺平 它不用躺平 家裡有很多房子 家裡的人口收縮的時候 房子就多了 我家裡的房子都不買房子 以後都不知道怎麽辦了 沒有訂購的 現在去到的程度 沒人來看房子了 新的房子還有些市場 但是二手樓 人家根本不來看 是啊 完全就是 我爸爸留在那裡 我媽那裡 我姐姐說沒有小孩也是 以後這些 十年 八年以後這些樓給誰後代 我家裡一個後代有幾間房子的可以搞到 你說怎麼樣 我猜現在這樣再拖多幾年了 那些房子簡直是變成沒有市場的 變成那個市場買賣 看起來每一次都會說不只要說不要搞 可以拿着 以前說升值 如果沒有升值的話 還這麼多你要幹什麼 現在都不能搞啊 可能很多yea炸也可知道 對啊 要炸 一不就你把裡的水就是電 vier 什麼維持都維持了 那些什麼都維持在那裡 整那些側子又沒有用 鋪位也沒有用 什麼都沒有用 你過去那幾十年 你說放了多少錢進去那裡 就是資源 所以人的個人錢 放了多少 公司的錢放了多少 在那個房地產那裡 實際就是全部是浪費 所以整個所謂共產主義 根本那個浪費是不得了的 真的是浪費 怎麼說呢? 那種共產黨就等於消殺搶出來的那幫人 現在這批共產黨這樣說 現在那些又不是那麼無的時候的主義 你說浪費 國家永遠有這麼多計劃經濟的痕跡 全部都是浪費的 全部都是美國 你看著一些東西 美國比中國更厲害 老實說 中國這麼多年 一半用 一半釘 都是產能打得很高 那天有一個朋友送給我他寫的文章 他走到中國 他說 壞了 他走到中國開幾次電動車 他說美國的電動車是垃圾來的 真是 中國現在那些很複雜的 做得很好的 不錯的 是啊 產能 你看中國經濟以後 中國經濟就變成這樣了 它就很有侵略性 你問我老實說 中國的軍隊 解放軍多厲害 有多少侵略性 不是那麼大 就是中國人的頭腦就是 你想想 差不多可以賺到錢 滾到這裡 走一步沒有必要打而已 它不是那種 我們有什麼信念 我們又如何為我們尊嚴 就是人類歷史上為尊嚴打的戰爭是最多的 所以中國人老實說 共產黨的人很沒有尊嚴 打仗是不想先的 打自己可以 打自己人沒問題 打外邊呢 他要想過的 但是那些經濟就很有侵略性 那種侵略性就叫做病毒式入侵 無恐不入病毒式入侵 前幾天 買家播一篇報導 挺有意思 就說美國拼多多 拼多多來美國 叫Temu TEMU 突然間美國那些40歲以上的中年婦女 迷了上去 這個實在比 就是等於那些人去到美國遊客 去到那些專門去到那些便宜的 在那裡買東西 以前都是那些人飛到去買 現在都不用飛去 就在網上就買到了 便宜到好像在Costco賣15塊的拖鞋 他買了兩個半而已 我剛剛買了兩隊 我試一下剛剛在試冰多多 所有的東西 質量又不是那麼差 有些差 但是他真的便宜到 特別是那些在家裏穿衣服啊 那些什麼東西 你沒有所謂的 現在大家都不上班 又不想穿得那麼多 所以拼多多 拼多多 拼多多 突然間 TEMU 突然間變得很火 很紅 他那些東西是怎樣呢 他是直接集裝商運過來 他鼓勵你越買得多 他一個包打過來 直接就機力 既然這麼便宜 就是整個貿易的方式 商場在那裡想著 商場有什麼方式 你說 我是做廠的 而且我出口美國 我知道什麼叫成本 要加多Markup多少 然後零售多少 例如我現在穿普通的T恤 普通的T恤 在大陸做的成本是幾毫子的 幾毫子的美金 真是幾毫子的 但是美國人一件T恤 買六七元美金 他就不覺得他不赤的 他不覺得赤的 六七八人最便宜的那些 最便宜的那些 好的那些十幾元 突然間有一隻說要買一兩元的 他就真的打動他 而且質量不是很差的 只不過他實際是這個流程 他那個流程中間 補了那些中間人 什麼什麼 它運輸那裡 效率增加了 可以直接遞到給你 那個質量不是差很遠的 他們每個人在罵質量那句話是不對的 他是在整個運輸過程當中 搞到效率高到不得了 所以就變成做到 這個東西不得了 如果做出來 美國都不用做了 那些什麼Target 那些人 窩脈 他們就是欠賺那個差額 那個差額就消失了 不差的 這些東西一點沒有問題都沒有的 它有差的 但是性價比 人家說 你一買就買很多 美國人一樣賺錢的 中間商全部賺錢的 窩脈賺錢 大商場賺錢 中國可能那邊賺了 真是賺了百分之十 你這邊賺了百分之九十 所以美國是沒有什麼意見的 但是現在Amazon這樣起來了 還有這些 現在等於這些拼多多 正在挑戰著Amazon 他就真的將這些美國 我今天 我第一次在拼多多買東西 我看一看 他真的做得很好 你買其他又很便宜 我現在這樣說 但是今天我掛著 我還看你講話 我想說 1.98元 一雙耳環 一雙 真是挺漂亮的耳環 我就同樣的耳環 就是類似在美國市場 我去調查一些價格 這個是19.99元 一模一樣 1.98元 它是19.99元 十倍 是的 所以我覺得很感慨 那我就直接問回中國那邊的人 我說這個價錢是虧本的 他說不虧本的 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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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它賣開給出口箱 都是這樣的價錢 現在它只不過是直接來到 它現在一腳 從出口廠那裡直接去到零售 那大東西厲害 那看到它很賺的 好像這件T恤 真的是 我最明白 這件幾毫元美金 它譬如買一個多銀錢 很好賺的 很好賺的 不過變成那個所謂那個 就是那個運輸啊 流程那裡 就要用一套新的東西 以前就交了人家 開公司 人家交了貨就算了 現在就不行了 一路要跟蹤 跟到賣給別人的手裡 以前有個理論 我記得九十年代的時候 奧巴馬他們那時候 或者到時 克林頓奧巴馬那時候 神經病 就是說美國就變成 服務業大國 美國變成金融大國 什麼服務業大國 增產走都沒有所謂 是什麼意思呢 那你現在看看中國 中國這些侵蝕的 不是美國的製造業 就是服務業了 服務業佔 僱用人口佔了美國 僱用人口 那時候有80% 這樣 就是Amazon 已經被人滲到飛起了 現在Amazon 黃著 黃著最後 我看一下那個package 那些包 它肯定在中國 全部1234 哪個訂單都下來了呢 它在中國還不是包了 一個集裝箱就過來了 因為差不多它要這麼多個星期 過來在這邊 就整個包丁去郵局 寫了地址 什麼都做好了 連地址都寫了 什麼都寫了 什麼都交給郵局 或者交給郵局 或者交給別人運輸的 物流 或者交給物流 交給物流 是的 最後 它吃你的服務業 食證 到你只剩了物流 真的 而且 我觀察了 中國經濟的侵略性 那些真是螞蟻式的侵略 不是說它國家 怎麼樣 中國人想到 好像現在的餐館 後來 我們這片最近 那些飲茶漂亮很多 最近這兩年 但是家家都是一樣的 後來才知道 全部是外國 應該是中國 運來的乳製食品 現在到了什麼地步 我就不說哪些 他們在飯店賣 有些扣肉 那些 是 簡直就是中國打包 扣過來 過來 薇菠蘿一扣就吃到 就是這樣 就等於你的餐館服務業 都可以打成這樣 我有時候 這種全球法案 我真的挺感慨的 你想一下 大家死想不到 餐館怎麼會工作外包 餐館就是外包 現在 那邊的餐餐 中國現在幾年流行的餐餐 中國自己也是這樣 那些人都不煮飯的 那些菜做得很漂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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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購肉 紅燒肉 那些 那些一包包 你們也都飯店做 就直接 你省得整個 省得整個隨私錢 這個商業無數的小限 我們香港已經是 那些點心 我們香港點心 大部分人 除非一、兩家真是精品的 全部是廣州那邊做的 做了之後 運了來 蒸一蒸它 這樣就拿出來了 現在美國就是這樣 一樣 一樣 這個模式 到了這樣的地方 你說中國經濟有很多問題 你國家 凡是國家在干預的部分有問題 但是你要看同時中國經濟的活力 這個不是侵略 不是審託 是中國人勤力 這個不是侵略 這個有勤力 做有勤力 想有勤力 然後願意去試 好像剛才說 又有膽去試 又不怕失敗 又不怕失敗 這個就是 這個是大問題 我告訴你 我們所以 我有時不太好意思 說出來 好像歧視那些外國人 真是事實 這個是很大的事實 那些人懶得抽筋 根本 我說這個 它有侵略性的意思 不是說一種暴力式的東西 你可以做invasion 你說你侵略 好像是暴力式侵略 打得贏 你的兵打得厲害 你的將厲害 為什麼 你剛剛說過就是這樣 但是整個經濟模式 因為它內需不足 它就侵略著人們想各種辦法 去銷售全世界的市場 美國這裡的政府 就是一路都限制市場 反而 所以你說誰是資本主義 都說不清了 現在 所以這幾個人 你現在說的問題 就是生產過剩 它國內又賣不出 那國內又拼命想事情 又要生存 它要生存 工廠要生存 所以這件事情 我告訴你 都不知道誰對誰錯 說不出來 實際就是一個 一個整個問題 就是中國自己亂局 亂局到自己生產過剩 又是那些人民 又在動腦筋 為了賺錢 要生存的 所以現在問題 真的不是故意的 很多問題 未必是故意的 有很多問題 講到對下文化社會的問題 你說生產過剩產能過剩 我覺得挺有意思的 那時候夜輪去 我就覺得很愚蠢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從小 要逼著讀馬克思 生產過剩是資本主義概念 馬克思那時候 連人都要說 我們計劃經濟 永遠都不會過剩 永遠計劃好的 你生產一過剩 典型資本主義問題 真是很有意思的 那你現在 我看著現在 應該說八九十年代 我們來的時候 就見證了美國的生產 美國製造業怎樣 怎樣建造了 現在我就很感慨 在見證著美國的服務業 怎樣消失 美國剩下的高科技 有創造力 因為國家給錯 這個社會有創造力 如果他們再多些這種 各種各樣的規矩 好像我這幾天 我這幾天 我就想著 一天廣東亞就跟大家推讀書 我希望也有些人可以讀 余杰我好朋友 余杰前兩年真的跳腳 被人撤損跳 寫了一本書 《美國左和與自由威脅》 我就跟他弄上youtube去讀 他的書是普通話 我沒辦法讀成語 除非他批准 他可以讓我再寫 這樣就不行了 讀了兩張 將一張都被youtube封鎖了 將一張都被 我跟他們爭辯 他是這樣 現在youtube就是這樣弄人 你可以跟他爭辯的 你要重新評論 兩天之後回來就說沒事了 我就經常送上去的那些視頻 我就說 現在哈馬斯抗議的女性多 我全部是譯美國大媒體的文章 有什麽黃色 什麽問題 什麽都沒有 大家都知道 他是黃標你幾天 那就是等你沒有錢賺 那我又不緊 沒有錢賺 沒有錢賺 我不是賺錢 我賺了那麽多 幾百元計的 真的很少 那我暑假就請兩個男子跟我做事 那麽解 那麽解 都給人家 那麽 但是呢 就是這樣說 美國現在 美國的互聯網那些發展得很快 那些技術發展 靠很多人的自由 你現在把人的時候剝奪 越剝奪 你就像大鱷那麽搞的 美國給它玩完了 現在這個形勢改變 所以說回中國 他現在那些人 那些人 實際過去那二、三十年 實際是一種 一種習慣了 習慣了想事情 習慣了想事情 所以共產黨做些錯誤 那些人民是可以 他未必跟正 但是人民就創出一個新的境界出來 又可以生存到的 所以現在共產黨做些事情 就破壞經濟 破壞到一頭一頭 那我們以為它在想著 但是人民呢 為了生存 為了生存 為了想著 又在這裏做了很多 就是很多 很多正面的事情 那變成了到底怎樣抵消法 沒有人講得清楚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對策 最後的結果 到底會不會不凌當 到底會怎樣 沒有人知道 而且他說最慘的 他又不報 有時會錯報 有時會不報 所以說到最後 根本大陸的情況 都很難估計 而且每個地方也不一樣 沿岸也不一樣 內陸也不一樣 每個地方都有他的問題 所以大陸真的是一個大迷 我相信我們如果白話區掉了出來 不在共產黨管制之下整個白話區 我們一定是世界遷就經濟 你只看過深圳嚇死你了 深圳 我免得說來的 無人機 全世界無人機 差不多那裡是首都 是啊 是啊 什麼東西都有 所以現在中國支持俄羅斯 那些無人機大把是走去烏克蘭的 是中國那邊去了的 兩邊做生意的 關鍵裡面的那些傳感器 什麼什麼的 深圳全部人都買的 以前做PC那樣 一塊塊板那些 深圳什麼都買到 自己砌機 現在他做無人機 做到好像以前做PC那樣 砌完就一架了 便宜到你沒辦法想著 完全沒有神秘感 完全沒有這樣的什麼高技術那些 全部走在一邊 他那些人做到真的砌PC 你說PC有沒有很多技術在裡面 但是他這樣砌完呢 就是這麼簡單的 幾塊東西就搞定 現在這個問題就大了 因為現在原來 現在最近我也是對武器 開始了解的 將來實際打仗 最關鍵的武器就是無人機來的 你說是不是 這次就是俄羅斯戰場 就是無人機呢 變成 這麼多無人機哪裡來的 他說是伊朗來的 你信不信 我這次去到蒙古跟俄羅斯人聊天 一聽過數字嚇倒我 今年烏克蘭要生產或者買一共300萬隻無人機 就是他打算是放出去的 放出去 一直去到俄羅斯境內 300萬隻 那個量子 想都想不到 所以變成什麼導彈 幾十支導彈 幾百支導彈那些全部都不是主題的 無人機就是將來的主題 他可以低飛的 低飛的 你偵察偵察不了他的 他有很多辦法的 還有可以在半腦那裡 半腦那裡又可以起飛的 你怎樣去捉著 變成士兵也不用 坦克也不用 飛機也不用 導彈也不用 無人機代替很多東西 原來生產基地在深圳 講給人聽都不信 兩邊都是這樣的 兩邊都是這樣的 所以你沒得說這些 就是 現在是怪著 俄羅斯和北韓要了這麼多 北韓哪裡來啊 這些東西 現在又是中國去的 從伊朗去了那麼多 伊朗哪裡來啊 但是烏克蘭問題又是從哪裡來啊 難道美國生產呢 又是那裡去而已 轉了歐洲那一圈就過去 全部都是這樣的 所以這些東西就... 你想想 如果在深圳 深圳一年 不要說多了 生產一億架無人機 它經濟就能夠扭轉了 你想著它這裡房屋地 不扭 這樣不扭 那樣不扭 生產一億架無人機 出口一億架無人機 它整個經濟真的扭轉了 所以這些東西 真的說不清楚 就是我們就以為那個房屋是佔很大部分 真的是佔很大部分 而且佔中部的財產很多 佔70% 但是沒有了呢 它又死不去啊 它可以在別的東西可以賺回來的 是不是? 比如這個例子很重要 大家不要小看無人機 無人機是不得了的事情 可能是 將來的武器裡面 它可能佔了一半的成份 這個無人機 它裡面有很多東西的 可以化學 可以爆炸品 可以核彈頭 什麼都有可能的 你說它的功能大不大? 而且它可以任何 現在的距離 限限地一千公里 你運輸上前線都少了多少東西 簡化了多少東西 所以它的東西 而且整整一下呢 它發明的越來越多 現在講的那些所謂無人駕駛 什麼Tesla搞的 無人駕駛 叫Robotaxe 將來這些東西給中共搞定 它已經搞定了 它現在攬起來也搞定 這個對它整個 所有人都少了 很多司機 反而省了那些司機 你明白嗎? 你現在大陸在用多少司機? 大陸個個都用司機的 那些小小官 官士級 個個都有司機的 突然之間省了所有的司機 司機要人養的嘛 又要吃飯 又要去廁所很多東西 不用啊 所有的24小時那輛無人駕駛汽車 那輛無人駕駛的士 給你搞定了 這個是不得了 這些就是我的人工智能廣播員 我這幾天都開始研究了 無人駕駛的士 你現在在做的事 比如說 一個人等於15個人在做的事 不止了 50個人可以研究了 這個呢 都是在做人做的事 將來人工智能做的事 遠遠超出你人做不到的事 那一刻很厲害 你現在的想像力就是人做到 我只不過省了很多很多人 將來的問題是怎樣超過人多少倍 你根本想都想不到的東西 不是只是一個數量的問題 而是質量的問題 所以整個 人類社會整個變化 最後會是怎樣 我們不知道 我們有生之年見到那種變化 我以為我出生的時候 我開始的時候 跟中世紀 我在鄉下生活 差不多是中世紀這樣 沒有電燈 用水去擔 從那種中世紀中式的生活 一下子 現在幾十年看著這樣的變化 我覺得我們真的是 英文那句經常說 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 我們這輩子的所謂進化 真是不得了 看著社會的變化 所以往下怎麼變呢? 現在呢 越看得越多越不敢預言 以後怎樣呢? 我小時候那個燈泡 那時候為了省電 全國在搞省電 不知道是十多火而已 那種暗化 差不多燈光 那就是一塊prior 那個光度 你們是不是十幾火 我記得 五火都有啊 五火也沒見過 我上海看得到 最低也是十多火 十五火 十五火 勢啦 十五火 正常燈泡十五火 走廊的五火而已 所以現時那些人不跟你說多少火 它完全沒有感覺的 我們有感覺知道 什麼叫火 還有現在呢 現在如果用LED的燈 15火 是等於幾百火的了 等於幾百火 所以你說那個改變 都是我們一生而已 我六歲 現在我75歲 就是那70年間的那個所謂改變 是驚人 真的是驚人 這個還是一種所謂我們叫做Linear的進步 但是現在的AI來到 就像你所說的 變成了Geometry 幾何的進步 很令人驚人的 所以Elon Musk說 他說可能很大件事 這個人工智能 可能是將來對人類根本很大件事 21世紀最大件事來的 人類到底能不能控制得到 這件事情 把不把持得到 你要控制把持得到 要不然有幾個人 懂得搞得好的話 他那種侵略性你完全沒有辦法的 你變成了厲害的共產黨一萬倍 是的 控制人的思想 控制人的信息來源 控制所有 其實科幻片寫過無數次了 現在我們看到 真是他們來到門前了 下面我們可能做了 小夏 如果美國資深見到你這樣做 真是 哇 劏了你也有份 50個人 你真是搞得他們失業了 現在我真的需要 我需要什麼呢 我做了 最近你也知道我不是在這裏 又不是推 又不是推 我這麼死的做流程 就是那個流程很重要 我現在又將我的做剪接的速度 又減了一半了 一直在做流程 但是那個流程呢 要做好 最難的 你知道所有工廠最難就做流程 所以我現在流程做得七七八八 就是 每次講七七八八 但是又發現了新的辦法 那有朋友要來幫忙 今天還要幫忙 我朋友聯繫 就是廣東話 我到時廣東話的文字教給我 我現在沒有辦法 我自己一受 因為我初時人家要幫忙 我沒有辦法 因為我還要一直 我要費很多時間去解釋這件事 就是我發覺教年輕人都這麼難 不要說教年紀大就很麻煩 很多細節 你看下去最後 就是我將它做到簡單的 很多是一件式的 這麼簡單 但是那一件 你要搞定 就很多東西 你要知道才行的 知道了之後 你就可以容易做了 總之現在開始有些人可以一起來做 我們現在避不開人工智能了 回到今天這個題目 中共對人工智能非常先進 它們做得比美國早很多 早了十年 早了十年 它人工智能 我可以這麼說 如果我是它 它會不會做 我不知道 用人工智能很容易救回經濟 有些人工智能比較親近 林鄭印象 他不知道 他們有很多事情 都是想看一看 他們一些信用的 都會發佈 他們是怕一死的 又有很多人的 但是這些都會發佈 美國法官 只會發佈 他們會發佈 le condensed 大家看看 他們是些人工智能 然後根本是很嚴重的 這個就發佈 但是如果他進行 我覺得他覺得自己有些人工智能 專門是美國看中國的一個專責出去 現在美國有一批專家 好像哈佛的Joseph Nye他們都是這樣 有一批專家他們在想 可能他們擁抱紅貓派 親華派 他們在推進美中的又一次合作 所以始終美國對中國沒有關死門 就是這個意思了 因為美國有一批專家 我也相信他們講的有道理 就是你講的 他們反而認為美國不是很容易救回 中國反而救得回 美中再次合作在這上面 還是有可能這樣 這批人最近寫了不少東西 寫了不少東西 但是有時候 我有些長文章要推出去 也很辛苦的 我有時候覺得大眾傳媒和專家分析之間 和專家的中間很難找平衡 你經常做大眾傳媒 大家看得懂 但很多這種專家觀點 就很有討論 就是做智庫就要做了 但是小夏 說老實 實際上 AI和IT是很多次的 當然AI的力量比IT大很多 但是那個東西對人類 還有它那種發揮出來 這兩樣東西 講到最後都是中科技來的 你說IT的發揮 對大陸非常之有效 非常之有效 整個中國差不多每一個政府部門和工作部門 全部都用了電腦 而且那幫年輕人用得很好 但是真是大的所謂Breakthrough 大的突破 IT 不要說AI先了 很明顯就是美國 美國做了很多 你譬如現在看什麼Facebook YouTube 我們現在都在做YouTube 我們在利用著 這些東西 是美國充分利用的 所以這個就是一種你放 你給它自由 它發揮出來的東西 是它那種大陸是真的 差一段 我不是說它做不到 以後講不講都不知道 但是它現在這樣限制人民的自由 就是最大的問題 你說現在是不是 幾樣東西出到來 Twitter也好 Facebook也好 YouTube 講三個 最簡單 這些是最賺錢的東西 Google也是賺錢賺到運的 那些完全是 跟政府無關的 完全是個人發揮的 最初是 但是政府一直想控制 但是現在證明就是成功 我一旦是用賺錢的那個來 賺錢都是一種的分數來的 就是說它成功的程度 那現在將來的AI 當然那個所謂那個發揮的能量大很多 但是說到最後 人的自由 自由發揮是關鍵的 我還是相信這個 有一點就是 生意做好國家富強都是私人企業做的 這些是 搞搞搞三二 全部是政府搞搞的 真的有信心的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你說的東西講到好像很神化 但是事實就是這樣 那些政府 因為 講到最後 我這幾天經常都有 聽了Donald Trump Common sense 政府就是缺乏Common sense 昨天說Common sense 昨天就川普在New Jersey New Jersey這麼難受 十萬人去了 就是大家現在明白 根本就沒有什麼 你說政府 沒有什麼特別的技術而已 管政府 管什麼 說到最後 你管事情要有Common sense 有常識 是啊 那幫官員 華盛頓也好 州也好 那些官員 就缺乏Common sense 不去押迫 因為他的Common sense 就要升官往上爬 管多些人 愈蠢的人就愈去做這件事 所以搞不定 看看特朗普上去就說 昨天上去就說要Dismantle這個Deep Stay 看看他怎麼做 我估計 如果特朗普這次上來 華盛頓可能整個半部都不見了 四年以後 他這個人 實際上他沒有什麼特別 不是天才來的 你看看 他為了做生意 為了天天他要面對錢 每天要面對錢 他不用Common sense 不行 你明不明白 他不是沒有天才 這不是很普通的 我們生意都見到他做的那些事 是人都會這樣做的 你真是好笑的 說一句就停審一審 就找一些證人上去說 就說Donald Trump很chip的 說他買一件禮物在600元上是嚴貴 他自己賺回你的錢是正常的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他很micro manage的小事 那我覺得是好的 你做得多有錢都好 你一手鬆 你的錢全部都不見了 你老闆手鬆 下面的東西咳聲幫你洗錢 亂了 老闆一定要被人看到很沽寒的 下面的人知道不要擔心 老闆看著 這個是很規矩 做生意發達的人 個個都沽寒的 沒有人闊老的 闊老的那些就是用別人的錢就闊老 是啊 政府就是闊老的 用別人的錢 我管制很沽寒 我也是 你是沽寒就抽筋給我 你看到 我看到了 我看著你洗錢 但是這個就是 你要做事的人 做事的人一定要每一個人都要計的 你怎可以不計呢 不計那些人做不了事的 我現在回頭說回香港的問題 要香港光復 真是要靠AI 不是開玩笑的 靠人不要搞了 老實說人是非常靠不住的 現在的人在罵共產黨這樣那樣 不會光復香港的 不會發生的 這些事情不會發生的 但是唯一的可能 唯一的可能 唯一的可能 未必一定有把握 唯一的可能可以發揮到作用 真是可以推翻中共呢 可能是AI 反而你們在這方面想呢 就是有些希望 我不是說沒有保證 有希望 如果你說靠現在的人在這裡 不要浪費時間了 不要浪費時間了 我呢 我現在一天的時間 我現在一天的時間 一天的時間 十八個小時在想著 怎麼對付它 這是事實來的 我不是說我做得到 但是我現在拿那個力量 拿那個能量來比較 人的能量 包括孫小夏講 沒膽 沒膽 貪心 怕死那些東西 多到沒辦法想像 浪費 那些缺點多到沒辦法想像 這些問題呢 機器人是沒有的 沒有這樣的問題的 真是的 大家幫忙想一想 唯一真的要光復香港 是要在這些方面想的 不要想一些傳統的東西 傳統的東西你不夠共產黨 不是他那樣的 嗯 看一看吧 我一路做 一路可以 一路 法律 新聞 人性 教育 很多東西要 我看看 下面呢 跟著 我做香港的影片做了這麼多採訪 現在呢 就發現 我出來發現那些舊式的影片 就真的又做得很辛苦 那我原來用AI這樣做 現在我打碎了它來做 所以下面很快 大家會看到我一系列的 香港歷史那些 那些短視頻 還要比原來計劃 我原來計劃90分鐘而已 現在肯定不止這麼多 現在肯定是20個題目 一個一個下去 這樣下去的 做了很多採訪 現在處理著採訪 就從原來一個大電影90分鐘 坐在那裡焗 就變成你 就是 下樓的時候可以看10分鐘 就是 駕駛駛一些 一路一路在閘 整整整的了 真是事情很多 所以 你現在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旅程 是的 一個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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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旅程 這個旅程很難得的 給你有機會走 很多人坐在那裡就躺平了 你現在有這個機會 這個這樣的回報 未必是錢的 那個回報是不得的 沒有錢還要貼錢下去的 這簡直是貼下去的 我一分錢我賺多少錢 貼多少下去的 現在一直貼多少下去的 將來你的成功 都可能是 不可能有錢回報的 這是很難說的 這是所謂的成功 這是什麼自然的 這個不是你追求的 就是一個證明是分數來的 你成功的分數 最終都是用錢來計的 不是你追求 就是追一下 很多人都是 他對社會的服務 最後得到一定的補償 就不是他追求錢 就是服務的最後得到的補償 最後如果有什麼 那就多教一些年輕人做 找一堆年輕人做 但是我現在要做到 我能夠交給別人做 我真的有時候自己很壞 我親力親為得多 經常覺得這裏不行 這裏不行 你現在這個階段 就是要親力親為 你這個階段 你這個階段 給別人散了 那些東西散了 因為他追求的目的和你 你現在是一個完整的追求 一個完整 但是你給別人做一部分 你不行的 這個是一個完整的這件事 這個是你的夢 一個完整的東西 不是一個散的東西 是啊 看一下怎麼做 先從香港這部片做 做多語言 我找一個西班牙語的朋友 做西班牙語 真的有很多語言 所以事情變得簡單很多 如果是做一部長片 又有一個麻煩 這個語言是對不到的 你短短的時候容易對得出來 那時候搞得你死直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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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夏你將來上我們節目 你示範一下這些東西 那些觀眾實際上很有興趣 因為他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 這個怎麼發揮AI呢 講的人很多 但是實際上真的發揮出來 拿出一個AI發揮出來 不多 你如果可以做一個示範給觀眾看一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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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開一部電腦在那裡 做個示範 做個示範 你整個人都講出來 我們的觀眾各個都有文化的 他一聽到他就是一種啟蒙來的 我到時拿電腦這樣 就是我直接在電腦share screen視頻那裡 是啊 是啊 很有價值的這件事 沒有別人做的 其他的公司也不會讓你知道的 其他人搞AI的人也不會讓你知道的 到時怎麼轉 到時要做 都是要有些時間的 就是現在其實人力那裡 就是人那裡 離不開我那裡 你要選什麼去做呢 那些我自己要做 全部要自己做的 所以我又走不掉 我看你現在做的事情 你現在做的事情 那些觀眾會很有興趣的 知道你到底怎麼發生 因為這個是一個實際的經驗 現在AI看不到的 大陸那些也不會讓你看 直谷那些也不會讓你看 你反而是親力親為可以做出來的 這些就是要幾道工序做起床 但是我現在已經 我原來用了六七個AI program 一起做 現在兩個 簡單了很多 兩個到三個 我將整個流程簡化了 到時大家可以看看怎麼做 沒有問題 好 今天講到這裏 明天又是我們 明天還可以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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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各位觀眾馬開 拜拜 今晚記住 我晚一點會放今天閱讀出去的 你要我一條條放 我實在沒有那麼多時間 沒有沒有 你放了 你整個放了 待會兒我們有人再拿去分散 他問我是分散做的 但是我每條照片的時候 又要上載 又要下載 又要上載 又要上去 又要合情 我普通話已經是這樣 但是廣東話實在做不及 所以我先這樣做 OK 好 各位 早安 早安 OK 拜拜 拜拜